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第1805集 为什么要偷袭我 难道他的本性跟之前表现的一样 并非是什么伪装 自己之前的关于他的猜测都是错的 否则他的战斗经验怎会如此浅薄 只要稍微有点战斗常识的人 都不会选择这种做法 除非身边的人都是极为信任 可以托付性命的同伴 而自己 徐清 余若梅 显然不是可以让莫小七托付性命的同伴 一瞬间 阎开脑海中种种思绪飘过 不过很快他就大喊起来 不想死在这里的话就来帮忙 说话间他抱贺一声 身上五彩霞光绽放 他伸手往前一推 口中低引导 土之剑气 大眼神盾 土黄色的光芒从他身上剥离出来 很快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面盾牌模样的防护 阎开修炼不灭五行剑气 吸收了大量大眼神杀的能量作为图属性力量 如今自然可以将大眼神杀的力量展现出来 形成防御 图属厚重 主防御 大眼神盾的防御力绝对不俗 不过这还没完 阎开又将那淡青色的光芒从身上剥离 木属性的剑气骤然在身前化为一片虚幻的丛林 化为第二道防护 布置在大眼神盾后方 紧接着是水属性 金属性 火属性 五行剑气全数动用 原本覆盖在阳开身上的五彩霞光 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失不见 却而代之的是五层遥想呼应的防御网 哼 黑炎之龙撞击在大眼神盾上 只是一瞬间便撕破了大眼神盾的防护 冲击进那一片虚幻的丛林内 将所有的锦色尽数焚收 水木被蒸发 金光闪烁的铜墙铁壁被融化 唯有主攻击的火之剑气 能与对方的黑炎纠缠一会儿 毕竟那是吸收了 扬开太阳真火修炼出来的剑气 在档次上绝对不低于对方的黑炎 可在数量上就有些相形见处了 眨眼间就落入了下风 迎面扑来的燥热和杀机让杨凯寒毛倒数 死亡的气息迎面扑来 他仿佛看到了死神的召唤 直到这个时候 徐青和鱼若梅两人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们两人虽然暗地里鬼鬼祟祟 但也不是笨蛋 知道自己等人不是这活鸟的对手 想要活命的话 只有先保住墨小七的性命 让墨小七完成他的秘书 所以眼见阳开已经出手 他们不上也得上 铁王斩 狐鸦圣印 两招绝学 从徐青和鱼若梅所在的方向轰击过来 阻拦下那视如破竹的黑炎之龙 徐王三曾经强者的全力爆发 也绝对不是能够小觑的 两人联手之下 瞬间就让阳开压力大解 秘书放出 阳开知道 再不动用底牌的话就没机会了 所以此刻也顾不得暴露什么 联盟施展出自己的空间力量 在他前方 一个虚空黑洞忽然大开 如张开的饥饿兽口 贪婪地吞噬着那被层层削弱的黑炎之龙 将其放逐到无尽的虚空之中 放眼望去 狂暴的混乱的力量波动 给了阳开秘书很好的演示 让不明真相的人看上去 只会以为是双方的力量太过庞大 碰撞之后导致空间崩塌 最起码 亲眼见到放逐秘书的徐青和鱼若梅 就没联想到空间力量上去 而是满面骇然地注视着这一切 面皮颤抖 反倒是一直在专心准备秘书 催动秘宝威能的墨小七 陡然间眼前一亮 满失诧异地瞧了阳开一眼 阳开对这一切却是无所察觉 如今的他骑虎难下说不出的懊恼 他若不躲开的话 火鸟的攻击首当其冲就是他本人 可他若是避开的话 墨小七就危险了 这让他在心中将墨小七骂了个狗血淋头的同时 还不得不站在原地充当肉盾 而阳开与徐青 余若梅三人联手的狙击 显然也让火鸟知道了对手的难缠 那赤红的双眸中满失怒意 双翅翼盏轻轻挥动肩 无数漆黑的火球 普天盖地地朝三人分别袭取 徐青和余若梅怪叫连连 不断地施展出精妙的身法躲避 可那火球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逼不得已 两人只能祭出自己的防御秘宝 欺货一丝安全感 阳开的脸色黑如锅底 徐青和余若梅行动自由 他却只能处在原底 逼不得已 只能祭出金血丝化为漫天金光 将那些袭来的火球抽飞 效果虽然不菲 但阳开却是有苦说不出 金血丝优异与那些火球接触 竟就被焚烧了许多 这可都是他自身金血转化而来的东西 每一条都宝贵异常 这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损失了好多了 让他欲哭无泪 我的悲云将 徐青一声呼天抢地的叫喊 传入耳中 阳开忙里偷闲 抬头望去 正见到徐青手上 一面宝镜被黑盐包裹着 眨眼之间就开始融化 慌得他连忙将这秘宝丢开 免得萤火上身 而从那宝镜上传来的力量波动来推断 这赫然是一件虚王级重品的秘宝 看样子不止自己一个人损失惨重啊 自己的金血丝若是损坏 还可以利用金血修补 再不进重新修炼就是了 可对方的虚王级秘宝若是被焚烧了 那可就真的是什么都没了 一念至此 阳开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不止徐青失去了自己的悲云镜 鱼若没手上一只发拆模样的虚王级秘宝 也被黑盐摧毁 损失巨大的两人顿时有些牙子欲裂 望着火鸟的目光中充满了无尽的仇恨 却涉于火鸟的凶残根本不敢上前 只能狼狈躲闪 火鸟忽然鸣叫一声 那声音之中夹杂着一种莫名的愤怒情绪直传九霄 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因为如此一来 极有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万一将那些深入玉京山的舞者们全部引到了此地 那四人的努力就全都做嫁衣了 就在杨开失神的这一瞬间 一团火球忽然击射到他面前 杨开脸色一沉 便要重施故技将其放逐 可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那火球竟直接在他面前爆裂开来 煞石间漫天漆黑的火雨如雨点般朝他击射而来 杨开眼帘皱缩 想都没想直接施展出另外一招秘术 龙化 伴随着高亢的龙吟之声 巨大的龙头在杨开背后一闪而逝 在那一瞬间 龙威弥漫 对面的火鸟显然呆了一下 赤红的双毛里竟流露出了一丝忌惮的神色 片片龙鳞浮现出来包裹着杨开大半个身子 连那一片真正的龙鳞也浮现在杨开的胸口处 遮蔽了他胸口的要害位置 轰轰轰 一连串响声传来 无数黑火撞起在杨开身上 杨开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那黑火沾染在他的体表处熊熊燃烧着 体内力量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消融 速度之快就如骄阳下的雪花 杨开面沉如水 拼命地催动金圣龙本源之力 这才遏制住黑火的蔓延 不过他的模样看上去却是凄惨万分 整个人的气势都低落了不少 小七姑娘 我到极限了 杨开急忙说了一声 便要离开这里 他以仁至义尽 再待下去的话 只怕情况不妙 当在莫小七面前 替他争取了这么长时间 连几身都遭遇创生 他做的已经足够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好了 莫小七娇喝一声 忽然把手一挥 他面前的水蓝色的云球内 骤然传出海啸波浪之声 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种 站在大海边聆听海浪撞击的错觉 水蓝色的云球也骤然爆裂开来 化为点点水雾 有如生命一般朝前方袭去 那水雾当过阳开的身体 让那些焚烧的黑火瞬间熄灭 紧接着水雾便来到了火鸟面前 直接将它包裹在其中 重新化为了一个水蓝色的圆球 不过这个水蓝色的圆球 比起之前要大上很多倍 任凭火鸟在里面如何挣扎 也依然摆脱不了那圆球的包裹 做完这一切 莫小七似乎也有些虚脱的模样 娇嫩的脸蛋上一片苍白 高耸的胸脯剧烈起伏 显然动用着密宝 对她来说也有着巨大的附和 代价虽然不小 可结果却是喜人 总算抓到你了 小东西 热闲 看你往哪里跑 莫小七笑嘻嘻地望着前方 阳开却陡然间脸色一沉 低呼道 小心 说话间 他连忙从原地闪开 背后一道人影诡异地浮现出来 一招密术 击打在阳开的残影之上 将残影烘碎 那人影露出身形 紧皱着眉头 似乎没想到 处心积虑偷袭 竟然被阳开给识破了 这人不是徐青又是谁 而与此同时 余若梅的身影也在莫小七的背后出现 纤细的手掌上蕴藏了狂暴的力量 娇媚的脸蛋上挂着残忍和贪婪的笑容 狠狠一掌拍在莫小七的后背心 莫小七一声惨呼 弹口一张 就是一道血剑喷出 往前跌飞出去的同时 美眸里依然满是不敢相信的神色 啊 与莫小七的惨呼 胶印成灰 还有余若梅的惊叫之声 一招打出之后 余若梅竟仿佛遭遇了重创般 身形不住的往后倒退 翘脸骤然发白 掌心处也是火辣辣的疼痛 她抬起手掌低头望去 煞时间脸色难看起来 尖叫道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 她的掌心处 竟是浮现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印记 那印记看起来就宛若一张鬼脸 猙獰可不扭曲至极 隐约还能听到凄厉的惨吼 让人毛骨悚然 此刻 那鬼脸之中 眼眸位之处 浮现出两点幽光 透过那幽光 余若梅似乎看到了一个 高高在上的存在 正冷漠地注视着自己 她心神一阵失手 竟浑身站立地 瘫软在地上 余若梅 你怎么了 另一边 偷袭没能得逞的徐青 眼见余若梅倒在地上 不禁大呼起来 余若梅却是双眸失神 就这么呆滞地坐在地上 若有人能够用神念侵入她的尸海的话 就可以看到 此刻她的尸海之中 赫然有一张与她掌心出一模一样的鬼脸 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她的神魂之力 神石之力少一分 她的眼眸里的身材便黯淡一分 另一边 墨小七一边倾壳着 一边站了起来 从她的状态来看 虽然被偷袭一招 但显然是没什么大碍的 她转过头 有些茫然地望着余若梅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你为什么要偷袭我 她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不似作假 毕竟被自己信赖的同伴从背后偷袭一招 若非有强大的保甲保护 此刻她只怕已经是一具死尸了 你还真是个蠢女人啊 杨凯仿佛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她 墨小七扭头朝杨凯望来 大眼睛里竟一片水汪汪的 物资道 我哪里蠢了 杨凯身受符合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 你对她做了什么 徐青剑无论如何呼唤 余若梅都没有反应 获得扭过头 冲墨小七怒吼起来 墨小七交起遗产 一副经济至极的模样 白收道 我没有对她做什么 我身上穿了保甲的 任何偷袭我的人 都会遭遇恶鬼印的反食 她 杨凯默瞪口呆 这么简单的就把自己的底细 给透露出来 真的合适吗 到了现在 她终于确定 这个叫墨小七的少女 压根就不是自己想象中的 那种极其奸诈的存在 根本就是一个不安事事 真的单纯天真的小女孩 她不会真的只有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大吧 杨凯被自己心中浮现的念头 吓了一跳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就太恐怖了 恶鬼夜 徐青眉头紧皱 显然是没有听说过这种秘术 不过很快 她就摇了摇头 淡淡道 也罢 少个人也好 徐某正好独占所有的好处 她再也不去理会 余若梅的死活 转而宁笑起来 杨凯听得一阵猛贴嘴 讥讽道 徐秋 你这莫名其妙的自信 是从哪里来的呀 你是不是没有看清楚局势呀 我们这边可是有两个人的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